在上一期的视频里讲到皮肤表皮的五层结构,尤其是角质层和皮质膜对保湿、防御、外寝都很重要。 如果过度洗脸,让皮质膜脱落、角质层受伤,就会产生皱纹,还有其他的皮肤问题。 真没想到,洗脸这个日常生活,竟然还有产生皱纹的危险度。 又想洗得彻底干净,还不伤害皮肤,真的要关心一下如何正确洗脸了。 皮肤科医生也说过,护肤美颜一定要从洗脸开始。 喂,你们在搞笑吗?洗脸还要学吗?太小看人了吧。 平时看到眼花缭乱的洗面产品,有瓶装乳液型的,有较牛奶固体香皂的,有油膏状的,还有果冻样的。 最近还出了用日本酒做的乳液型的呢?太不可思议了,不想了解了解吗? 尤其在日本,周围太多人,看上去比十几年龄要年轻很多。 对呀,我的邻居六十岁了,真的看上去缺下四十多岁。 他们到底怎么做到呢?还是要了解一下。 研究了一下,发现洗面产品虽然很多,但里面都有一个重磅的秘密武器,就是界面活性机。 它的核心功力,就是减小表面张力。 这个界面活性机的分子,单着的时候,就像个气球。 大头是清水机,另一头就是输水机。 输水机这头,是可以和油性、脂质类物质清合的。 分子多了的时候,就排列起来。 不仅用输水机那一头,去和油性物清合, 还会把它们包围起来,形成一个小球形。 这也是洗面产品,可以清除油脂的功力所在。 界面活性机分子的清水机部分, 有的带阳离子,有的带阴离子,有的阴阳离子两种都带。 有单一电荷离子的一般作用都比较强。 阴阳离子两种都有的,一般作用比较温和。 也有不带离子的阴面活性机。 阴面活性机轻松去污去油的能力是怎么实现的呢? 第一是通过乳化作用,就是水包裹了油,形成小球这个过程。 乳化作用可以把脸上的油脂, 以及附着在油脂上的自然脱落的搅化物和水调和。 有了这个作用,面部的油脂不需要过度的搓洗, 就可以很容易的被水冲掉。 第二是分散作用,就是对灰尘、粉末样的物质来说的。 阶面活性机先和它们清合, 然后就可以把它们分散到水里, 再用清水一冲也就干净了。 第三是起泡作用。 阶面活性机可以借着空气把皮肤表面的水分变成泡泡, 这样皮肤表面的水成分,比如汗液, 也可以很容易的被清水冲洗干净。 所以用了洗面产品, 不需要用力过度的摩擦、搓洗, 只要轻轻的、柔柔的、涂抹样的清洗, 就可以洗干净,也不伤害皮肤。 天长日久,护肤美颜的效果一定会显现出来。 皮肤科医生还提醒, 一般一天内洗脸不要超过两次, 毛巾也选用柔软, 吸水性好的, 轻轻擦去皮肤表面的水分即可。 不同年龄、人种、性别的皮肤都有各自的特点。 有的油脂分泌旺盛, 有的干燥, 有的对紫外线敏感, 有的还正处在皮肤的一些疾病状态, 总之各不相同。 所以有的洗面产品, 直接配合了保持皮肤表面弱酸性的成分, 增加皮肤的自身保洁防御功能。 有的产品还增加补充角质层里保湿的成分。 在以前视频里讲过, 日语叫Celamido, 细胞间脂质这个保湿大酱, 还有维护皮肤全层湿度的玻尿酸。 它们对于干燥型皮肤, 维持良好的油脂平衡, 很有益处。 有的产品还配合了抗炎成分, 比如甘草酸。 这对有青春痘和过敏性的皮肤, 除了清洁, 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。 总之, 正确的洗脸, 不仅包括具体方法, 也包括选择适合自己的洗面产品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, 请订阅我的频道, 并打开小铃铛。 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互动, 非常感谢。